3月22日 谷天乐 林峰 萱萱 钟心彤 蔡卓妍等一众艺人 在红看家里酒店宴会厅出席微博之夜 2017香港战颁奖礼 活动中谷天乐 萱萱 贺林峰分别获得多个奖项 而令人关注的 这是三人将再次合作拍摄《寻情记》电影版 《寻情记》到现在已经有十七年的时间 然后我们今年会开拍电影版 这次我知道会有林峰跟萱萱一起做的 感觉真的好像回到电视台的感觉一样 《寻情记》是林峰入航拍的第一部古装剧 他自嘲当时的演技有点不堪入目 希望通过十年来的磨练 能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觉 累积了这十几年的工作上的经验 我相信可以展现给大家的是一个全新的感觉 因为我们对角色的理解 还有演艺方式都会有所改变 Twist今次是连续三年 夺得微博给力组合奖 但两人在受访时敬扬言还不够 这次是我们第三年拿组合奖 希望可以 下一年也可以来 对 因为我们入行已经十七年 才拿了三次 不够 不够多 不够多 钟金桐透露 目前正在为婚礼选择集日 好姐妹阿萨和祖儿 会送一套婚纱作为给自己的结婚礼物 她表示要将婚纱当传家之宝 一代一代传下去 如果我生个女儿的话 我会把婚纱 再传给她 一代传一代这样 全家之宝 对 非凡娱乐 香港把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